因為昨天比較早做完節目 順便去伊安逛逛逛 看到他們放了很多 八、九點鐘那些東西便宜了 那些 海膽、刺生、壽司 我當然要買些東西回去做宵夜 因為是啟動 我才發現我們真的是笨蛋糰 我看到他們的海膽 就像我們這麼大板那些 但是那些是亂擺的 亂擺的我講過 直板和隨便板是不同的 直板是最頂級的才擺直板 日本就是這樣分的 他們的隨便擺 都賣八塊幾碎 然後因為快要收皮了 賣便宜一點 賣六塊幾碎 我的客人 難怪那些海膽我不是特別宣傳 星期六我怎麼也有十版八版訂的 每個禮拜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真的是便宜 其實好像上個禮拜六 這個人我十八天 他無法交給平日海膽 他就訂了一隻 五百八十元 他訂的成本 他給我也是四百多元 我就賣五百多元 但是海膽其實平日是賣一千多元的 老實說 有時候我們是接了一些生意 有時候找不到房子 你虧了也沒辦法了 你沒辦法了 但是我說為什麼你不早就賣這一隻 做到一千元 我覺得很難不賣 我說不去 我自己的心態 因為我始終不是開街鋪 又說這些賣多少 賺多少呢 都是開心分享是最重要的 自從我們上次的海膽 我們上次試 好像我們的客人都說 原來海膽是這樣的味道 都沒吃過這樣的東西 所以如果訂海膽的朋友 都可以再訂 WhatsApp 8481 1079 什麼八爪魚 竹龍卷 不要上來 中上來就賣 說了這麼久 大家應該明白 那類是那些先貨 星期六才有的